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影时光,我是小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激动杀人》 这是一部安吉丽娜·朱莉饰演的惊悚电影 有朱莉的加盟,我对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的期待 而且这部电影的情节十分紧凑,电影还有不少的反转 增加了很多的观影乐趣,豆瓣评分7.0,确实还是值得一看 电影开头,朱莉饰演的是一位非常专业又有敏锐直觉的探员 这边发生了谋杀案,朱莉竟然亲自跳到文坑里要体验一下 看得同事们一脸懵逼,不过尽管朱莉很专业 这一次体验也并没有得出什么头绪 后来谋杀案又发生了,一个自称目击证人的画家哥引起了朱莉的注意 一番攀谈审讯之后,朱莉觉得画家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两个人在酒吧里相遇了,画家说自己开画展还邀请朱莉去看 两个人拟来我网成了朋友 伴随着案件的发展,神探朱莉发现这个杀人犯很有特点 她这二十多年以来都很喜欢扮演他人的生活 每次杀死人之后都会扮演死者的身份,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可以说这个杀手真的十分的变态 而这时候画家哥的画展突然失窃了 朱莉觉得很可能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画家 于是派人暗中保护画家 果然保护了没过多久,胡子哥出现了 大家都以为胡子哥是凶手,于是追着他跑 但是在追逐过程中,狡猾的胡子哥还是跑掉了 过阵子胡子哥又跑回来了 还趁着警方不注意带走了画家 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中,胡子哥的车子发生了车祸 画家连续开枪杀死了胡子哥 这次因祸得福,画家和朱莉也产生了感情 两个人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 可奇妙的是,结局有一个大反转 在确认尸体的过程中,画家竟然把家属堵在了电梯里 原来这个画家才是真正的凶手 她在童年的时候没有受到母亲的关爱,产生了心理的扭曲 电梯里的女人正是她的亲生母亲 当朱莉在找到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把自己的母亲杀死了 看得朱莉也是一脸懵逼,都忘了该做什么反应了 因为朱莉调查案件的失误,她被迫离职了 居住在一个偏僻的房子里 而且她也怀了画家的孩子,独自养胎生活 画家找到了这里,告诉朱莉,希望可以和朱莉一起生活 但是朱莉拒绝了画家 没想到凶手竟然一刀扎在了朱莉的肚子上 谁知道一个反手却被朱莉用刀反杀 原来朱莉的肚子是假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引出画家 最终画家被朱莉杀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绝对不要玩弄女人的感情 尤其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不然你一定会死得很惨 电影的剧情冲突很强烈 结尾的两次反转都让人意想不到 而且电影的男女主角都是实力派演员 看着两个人的标系状态真的是十分过瘾 我是小尹,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绿影时光